莉莉就是莉莉,不需要他人來定義 大家好,我是沙丁魚 這次要介紹的人物是新川莉莉 偶像昵稱為6號 生前透過大和劇爆紅 年僅12歲的莉莉卻已經在演藝圈打滾多年 也因為這段過往 讓她成為法蘭秀秀里表演經驗最豐富的 可隨著莉莉往事的浮現 也逐漸向大家揭露一個甜大的秘密 注意,影片內容包含第一二季的劇情 如果害怕爆雷 不妨在離開之前,點個喜歡支持一下喔! 莉莉是整個法蘭秀秀中年紀最小的成員 同時也是最後一個被信太陽選上 成為法蘭秀秀的6號 相較於之前介紹的愛和存子 莉莉並未對身為僵屍的自己感到不自在 反而認為可以永遠當一個12歲的小孩而覺得開心 在劇情早期 莉莉更多選擇的是水波逐流並做好自己的本分 身為觀眾的我們也自然將目光聚焦在愛和存子兩人的心境變化上 此時你可能會和沙丁雲一樣 認為莉莉只是個賣萌擔當 但其實在很多細節中可以看得出莉莉成熟的那一面 不管是主動向來自幕府的細物解釋現代的事物 或是在成員們吵架時選擇出言制止緩解氣氛 都可以發現莉莉展現於不同該年陰層的心智 而在第一季第八集 隨著反而秀秀的名氣越來越大 一名投身比例詭異的男子 也出現在握手會並排在莉莉的隊伍中 男子見到莉莉後震驚的觸碰著莉莉 隨後被莎莉一腳踹飛 這邊小科普一下 日本的偶像團體時常會舉辦握手會 讓粉絲與偶像有短時間的言語交流或合影留念 但除此之外 嚴禁有其他任何的肢體接觸 這也是為何莎莉會使用飛踢的原因 隨後我被帶到後台質問 對於觸碰6號我感到相當抱歉 但他實在才像7年前去世的童星 行穿禮禮 當初在雜誌看到6號時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嬌小的身形與頭上的行星法式 彷彿就是正雄站在那裡 雖然妻子已經離開了 但也留下正雄陪伴著我 而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和正雄一起看電視 因為電視能讓我們一起歡笑 多累 從而感受那小而確定的幸福 就在某天 正雄說要成為童星 出現在我最喜歡的電視上 我也二話不說此的工作 成為他的經紀人 正雄的可愛讓他瞬間爆紅 而我也逐漸沉迷在電視上的正雄 而呼對身邊的他 就在某天 正雄因為腳毛在房間到扁有時 為了讓他從房間出來 而與他大吵一架 還想著要怎麼處理這樣的僵局時 房間內卻突然傳來一聲大叫 火雞馬衝進去 看到的卻是倒在地上 沒了呼吸的正雄 經過醫生的診斷 確認了正雄的死因是過勞 加上強烈的精神衝擊所導致的猝死 曾經在過往記憶中的我 終於認知到那個在身邊呼喚自己的正雄 已經永遠的離開了 曾經我最喜歡的電視帶給了我幸福 卻也帶走了我最重要的家人 那天之後 我便再也不看電視了 儘管六號和正雄長得一模一樣 但我明白他不是正雄 最後我選擇再次去見 凡然秀秀的六號 雖然不知道為何對訪問清楚我的衣服尺寸 但或許是為了向那孩子贖罪 我向六號傾訴來不及說出的話語 並買了一件和那孩子一樣尺寸的衣服後 便安靜的離開了 直到這時 凡然秀秀的大家才知道 原來莉莉不僅是男孩子 更有豪正雄這樣男子乞丐的名字 不過因為被鬍子嚇死和原名 也讓Saki笑了很久 雖然莉莉對重生感到喜悅 但爸爸依舊是她心中最軟的一塊 看著爸爸在眼前卻無法相認 最終還是讓這個12歲的孩子崩潰大哭 看著相見卻無法相認的彼此 大家決定為莉莉和她的爸爸寫一首歌 To My D List 莉莉通過歌詞向爸爸訴說心中的愛 儘管自己已經死去 但這份愛永遠不會消失 希望沒有我陪伴的爸爸 也能繼續在電視機前露出笑容 而我也會抱著這份回憶繼續走下去 當時沙丁魚看到這集時 不僅對劇情編排感到驚訝 也會親情的渲染感動 這一集也加深了莉莉這位人物的塑造 這邊也要小提一下 莉莉是一位跨性別者 而不是偽娘 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 跨性別者指的是 身為男性 但性別認同自己是女性 而偽娘則是 雖然外表女性化 但身體上還是認為自己是男性 兩者從根本上就有極大的差距 但莉莉就是莉莉 豪正雄是男的 和我新串莉莉有什麼關係? 不過我們大家也會以豪哥 來稱呼莉莉就是了 而第二季 莉莉為了宣傳最喜歡的粉蘭秀秀 決定上電視參加全國選秀節目 也算是完成與爸爸的約定了 這次比賽 莉莉也透過類似於單口相聲的洛宇 與和對手撞割後的即興改編 再次向大家證明自己成熟的舞台表演能力 過程中他也解釋同樣是同心的大空來人 也以為是和自己一樣不願意長大的孩子 交談過後才發現 原來對方是以長大後的未來為目標而努力著 雖然最後冠軍早已內定 但很有意思的是 莉莉坦然接受這一切 就如同莉莉所說的 來人身上有著6號絕對沒有的東西 那是自己不再擁有的長大後的未來 不論是來人或是莉莉 追逐夢想的樣子都是最耀眼的 最後兩人珍視對方 彼此分別後 繼續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 儘管莉莉在劇情中的表現機會相較不多 但也透過這兩段劇情讓我們對她產生情感 親情接著羈絆與對待夢想的堅持 莉莉就像是天空中的繁星永遠閃爍著 只要我們抬頭她就會在那 而莉莉的深幽田中美海出生於1996年 在小學時期意外看到動畫的演出名單 才發覺深幽這個工作 因此心深向往而決定成為深幽 而後在2012年正式出道 雖然大家對田中美海的印象 大陸停留在莉莉的深線 但其實田中美海的深線算得上是比較全面 這邊差畢於拿FGO裡的尼托克利斯 和一個人圈圈的小日子裡的沙維奈子來舉例 那是酷的 那其實就是這樣 今天是特別的 因為探検 從上述的舉例可以知道 不管是元氣少女 玉姐、黑少年的深線 田中美海都可以完美駕馭 甚至她的唱功也是不容忽視的 在第二季的比賽中 便為我們帶來擬聲音唱的歌喉 擬聲音唱是一種通過單字 或音節組成的旋律 很考驗歌手的唱功 但其實田中美海最讓粉絲印象深刻的 反而是田中什麼都有美海報的稱號 這個稱號的由來是 田中美海和另外一位生優高橋裡一 時常會在節目上抽卡 相較於高橋裡一的什麼都抽不到 田中美海則是想要什麼抽什麼 和高橋裡一形成極大的反差 而海報這一詞就是用來稱呼 田中美海這樣的歐洲人 因此 田中什麼都有美海報的稱號 就這樣誕生了 儘管田中美海的實力不錯 但在早期仍然沒有拿到太多主要角色的位置 不過在近年來 動畫的主意和遊戲的工作量有明顯的提升 相信在未來我們也可以看到更多 來自田中美海的演繹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 歡迎點擊右下角的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下一支影片將會介紹特攻隊隊長 而結堂翹 那就讓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